客观评价习近平惊人预言2027大崩盘 党内不满 2月7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近日 一篇由匿名人士方舟与中国发表的四万字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引发舆论关注 该文针编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 其内政和外交政策诸多错误 将以失败告终 有评论认为 中共内部有人借北京冬奥发出不满习近平的声音 署名方舟与中国人士近日在海外留言网发表客观评价习近平四万字长文 批评习近平的性格 用人和内政 虚伪 极权 浮夸风 反令自身陷入捧杀风险 文中预言 2022年习近平即便保住权位 但在2027年也将面临全面破败 文中举例习出访调书带 陈子阿虞 幕僚 庞佛集体陷入了魔争 官媒还做成习大大的书单 习草率的冒充文人 团队鲁莽修补主子的短板 创造脱离现实的形象 成为世界的笑柄 文中指出 习以反贪腐打掉政敌 权力前所未有的集中 却陷于深刻不安和自我缺失 喊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 塑造自身 唯况是英主 对内政策 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 实际上他却缺乏这些领袖气质 在历任领导人中言辞最空洞 自我标榜假大空 取消任期制 以具备自己长期执政条件 问题在于他并不具备服众的特质 冒充文人 假大空 煽动伪民粹 伪装成强人 人权开道车 文中提到 未巩固权威 习让幕僚为其编写习思想 纳入党章 写进宪法 编进教科书 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 喉舌们掀起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 浮夸习带领中国步入强国 滥用舆论暴露习的匮乏和无能 习当政这十年 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 他执政的缺漏太多 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 内政方面 习重塑权威 军威 宣称净化中国 强拆十字架 灭佛 去伊斯兰运动 大搞宗教中国化 欲从文化上统一中国 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 收紧人民的权利 大肆抓捕维权律师 记者 异议人士 在打击人权上 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 胡两届领袖之和 经济方面 习从青少年 民企 商业寡头三位一体下手 整治所谓不良 反动和低俗信息 双减 压制教培 娱乐业 以操控青少年精神层面 借整顿市场对民企全行业下死手 抓捕企业家 收紧经营许可 打击金融寡头 画饼冲击以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为口号 向资本家宣战 集中共产 创建新国企制度 强调红色血脉 打造红色贵族 成为全民梦魇 外交方面 文中提及 习创造一带一路虚拂概念 拉拢第三世界 不依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开放市场 反而加强经济封闭 引发美国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贸易隔离 美中贸易战眼变成经济冷战 中国瘟疫爆发 习近平与世界对抗表现成一气之争 为撇清责任 转移斗争对象 以民族主义做武器 西方要求对病毒溯源 令习感到空前威胁 习将中国推向制度性竞争 是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 煽动伪民粹 搞二次集权 加上发动军事威慑南海 台海 最终导致中国在国际被锻炼 孤立 文中指出 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 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 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 文章还指出 习近平带有天生吸血的特质 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 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攻血机器 一旦有需要 他就会向社会抽血 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 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自我偏执 活在反差时空 专制独裁 袁世凯翻版 文末以破灭的金履一 溃败的乙学 绝对不忠诚等面向分析习近平的危机 指出习思想守旧臣府 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 希望建立封闭和愚昧的社会 以消除批评 完全不符合当下时空背景 其政治气数已到强弩之末 但他利用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 其优势在于党群太弱 否则早被元老们罢黜 文中指出 中共党内已很难制约习近平 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 让他坚持至今的是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 2022年将会是他最大转折点 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 也会面临满途荆棘 并在2027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 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 这篇文章的特点在对习时代的否定 对习思想的不认同 习掌握行政权力 中宣部 中办 军队 武警 强行一党专制独裁 犯下两个颠覆性的错误 文章出现时间点在冬奥 二十大前 反映党内不满声浪 陈破空说 习不仅经济上颠覆邓小平 反改革开放 政治上也颠覆邓小平 就是取消领导人任期 搞中深志 在体制内外引发一片反对之声 所以习在玩火冒险 对世界和平 对百年大党造成威胁 这文章可说是对习不满的总爆发 为何此文出现在这个时间点 陈破空分析 人民和党内不满习强行举办冬奥 砸重金血本无归 在二十大换届之前 多数民意 党义希望塌下来 他却强行摆出非连任不可的情绪 激发人民忍无可忍 党内高层激烈斗争 陈破空说 你看北京冬奥会主席台上的表现 李克强和习近平正眼根本不互相看一眼 习近平唱国歌看国旗时 李克强根本不看国旗方向 指评是前方 找出的都是公开分裂的镜头 现居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方舟与中国这篇文章对习近平提出全方位严厉批评 揭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今天中共体制内 党内 对习近平不满的大有人在 胡平说 文章广泛流传 也说明很多人有相同看法 问题是中国现在体制之下 包括党内也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 很多人想换个人做做看 没有先例 你很难想象二十大上有代表提出我们不选习当总书记 我们提名谁谁谁 很多人就赞成 投票 这不可能吗 他根本不准你有不同意见 胡平提到 共产党高层已权势压人 一月份中纪委颁发一个工作条例两个维护 说到底就是维护习近平政权 中纪委专干这事 把习思想写进党章 写进宪法 要反习就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国家 用这个压你 十年前 扳倒薄熙来奠定执政基础 执政无能以反腐清除异己 胡平说 习近平实施极权专制 连在官媒 党媒 都不允许有异议 习不像毛邓 他又不是打天下出身的 本来没有自己班底 又整很多人 显然树敌很多 胡平研判 这是中国境内的人写的文章 胡平提到 就在十年前的今天 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了成都美国领事馆 这是很偶然的事 但因王立军的事 把当时不可一世的薄熙来拉下马 顺道周永康也被拉下马 一个连一个 这样习近平一上台就打倒这么有影响力 地位这么高的人物 树立他杀人立威 提供习反腐败一个切入点 胡平说 习靠反腐清除异己 强化个人权力 如果没有王立军 整个反腐大戏连场都开不了 习自此奠定执政基础 胡平认为 这篇文章还是站在体制内立场 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 如果提反体制就有很多人会害怕 可说这文章所表达的想法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如果文章释放出的能量引发党内把习感下台 也可能引起党内另一波要求政治改革 自由化的潮流 时刻新闻播报 按按钮 李逊